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老师说说 今天带来的愿望 对对对 您说一说 好的 大家好 因为我当我家庭最困难的时候 我靠这个一拉罐手印 养活了全家 其实这个舍线呢 还是由我的爱人帮我舍线的 他呢到市场上面卖了十七年 而且卖的时候呢 专门卖我今天带来的这些生肖 而且呢他在市场上面呢 美国人很喜欢的 所以说呢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我想圆我爱人一个梦 让他到美国去一下 去看看 去看看 这个梦是通过今天拍卖某件作品来完成是吗 基本上能这样一个求人吗 今天太太来了是吧 今天我太太也来了 一直拿着话筒的那位 您好 您就要自我介绍 您看着好年轻啊 您也五十六吗 五十 你小多少 我四十五 小十一岁 因为我老婆小十一岁 娇妻 娇妻 您贵姓 我姓徐 姓徐 您就是那个负责在市场上帮他 这个打理摊位的那位是吧 是的 怎么眼眶就红了 这些年来不容易啊 在城隍庙门口是吧 对 您跟我们说说最苦的时候是怎样的呀 最苦的时候我收来的一拉罐又要剪 剪好了我先要洗洗好了老公就做 做好了我们还要倒是标好框 卡子 卡子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对的 标好框 工需很多了 结婚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对的 跟着这个男人用一把剪刀养活全家 对 刚才他说你的想 你的一个愿望是想出国看看 因为我感觉就是把这个废品做成这样的工艺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感觉很惊讶 这么简单这个垃圾做成这么好看的工艺品 我就我就感觉很骄傲 这个男人除了会用剪刀剪铝 他会说浪漫的话吗 基本上不大会 他说过我爱你吗 偷偷地会讲过 上海话说我爱你你怎么说 我爱你 来就当面说一声 用上海话说一段表白的话 二十多年少都不容易 对的 我二十多年地球来讲 其实手艺我是好的 但是外面的打理生意还是我爱的 所以我有时候也偷偷地跟他讲 我老婚姓了 我老婚姓你 在今天洗衣化 真的我老婚姓了 谢谢 请坐 咱们今天拍卖哪间作品 就先拿这个船 这个是货船 货船 咱能卖这个吗 你说多少钱 我先生说了算 那你有没有领略到嫂子的 那个眼神里面的含义 大概是多少 基本上猜得错的 大概多少 他大概希望我买两百块准备 可以吗 可以和好是两个 好 两百块起拍是吧 来 两百块起拍 五百二 五百二 一次 六百六 六百六 一次 八百八 八百八 一次 老乡一千块 一千块钱一次 一千八 一千八 两千一 两千一 三千吧 支持你们两口子 三千 注意啊 这个拍卖的所得 这并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作品 这是你在这个舞台上 为一个拿着一把剪子 养活全家的一个男人的 一个愿望 实现他女人幸福的愿望 三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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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一第二次 三千一第三次 来 注意录 来 因为他刚才介绍了这个老师 这是一艘船 一艘船 中国商船 对对对对 这个对金山的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行 恭喜你获得了一件好作品 谢谢 谢谢 感谢老朱啊 这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 来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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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往后休息一下 好